在中国东北角靠近国庆县的小城七台河 有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们在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张杰的带领下 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在冰上飞驰 并成功闯入了2017年世界特奥会短道速滑比赛 那这些孩子们是怎样创造出电影般的奇迹呢 好 走 七月盛夏 北国小城七台河进入了休兵期 44岁的短道速滑教练张杰 每天要带着他的队员 在城市广场和临音道上 做路上轮滑训练 我最棒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 16位队员全部是存在智力或者行为障碍的孩子 有的患有糖氏综合症 有的患有自闭症 身体机能也比普通孩子要差 如果不是两个月前 有三位队员被国家特奥委员会选中 将在明年前往奥地利维也纳 代表中国参加世界特奥短道速滑比赛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他们已经默默地训练了两年 我最早的我的想法也是 我就是来到学校里来 那么我就是陪孩子们来玩 然后来锻炼 来运动 通过运动 你们得到一些康复 就可以 至于你学会滑冰以后 你能够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不敢想 我也不能去想 西台河体育中心 是这个城市唯一接近比赛标准的 短道速滑训练场馆 最开始 孩子们更多的是抱着玩乐的心情 来参加训练 即将来临的特奥会 让这里成为了他们向梦想起飞的地方 预备 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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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起来 走起来 对 小车跟着第一组一会 好 入完道跟住 跟住 入完道跟住 跟住了 宝宝 三个孩子们现在已经是确定了 在17年的这个比赛了 现在看来时间就比较短了 距离现在也是半年的光景吧 也就 那么就是在训练当中 我一定要对这三个孩子的体能啊 包括技术啊 战术啊 包括他们所要担负的 为国家争光的这种任务 他们当然就具体的一个项目 要有针对的练习 唐春雷 高萌 聂双月 三个孩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入选国家特奥队 他们唯一感受到的变化 就是日常训练内容和强度 都增加了 哥 就位 站直 听声音 别瞅我 往前看 预备 这一天 张杰拉上同事短道速滑教练的丈夫董言海 一起指导几位队员 做轮滑接力的训练 我觉得接力是这样 两个运动员同时在滑行 一个在正常跑道上 路线上滑行 一个在里圈滑行 那么他俩之间的配合是需要斗脑筋的 那么在对于这些智障孩子 他能够行吗 我以往是为他不行的 他这里看好谁 走开 他这里看好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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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 你别上 上 上你 好 对 很好 唐春雷是速滑队的队长 也像是大家的大哥哥 他不仅训练成绩最好 日常练习中也会经常提醒和帮助队友 在他的带领下 几位队友成功地完成了接力 一声乐不会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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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爸爸妈妈一样 能一帮孩子滑冰 我可以好好 我要是滑好了 我能把别人带起来 滕春蕾比其他的孩子年纪大也更懂事 但是因为接触速滑完 他的起步并不顺利 一开始光是在冰面上站着不动都很难 后来可以慢慢地滑行了 过弯道的技术却怎么都学不会 那时候刚开始我不会问他 我就觉得张忍赖怎么教我 我就想了是不是我笨 还是我不聪明 那种时候会痛苦吗 痛苦 痛苦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坚持啊 不舒服的感觉告诉我 疼吗孩儿 好孩子 再疼吗 好孩子不疼 但是不要忍耐 好不好 不能忍耐 就真实的想法 肌肉是比较僵硬的 孩子一直这样 冰上动作也比较硬 唐春蕾的肌肉和韧带都比较硬 但也特别能吃苦 每次训练前 他都要花上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去热身准备 首先唐唐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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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唐血坏了来下来来起立来起立来起立来来过来好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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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的小鞋是饿了 想吃点好吃的 渴了 咱回去给它沾上 不给它吃的 唐唐嘛是这样 家里面爸爸生病 在小矿里上班 然后失去了工作 现在就靠那个捡那个垃圾捡破烂 然后呢这个垃圾呢拿回来以后 能卖的卖 不能卖的就用它去烧火来取暖 所以唐呢在家里会经常领着那个 就经常替爸爸干活的 前两天这个地方就就那个坏了 其实就是在干活的时候 然后那个弄伤了自己吧 但是孩子非常懂事 从来没跟我说过一个苦 也就是说很努力 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吧 教练也觉得 哎呀真是很感动 也是作为我一个很好的一个 作为我一个很好的孩子吧 教练最好的孩子啊 我就想希望能特傲 那个就是那个全傲 像正常人滑一样 速度快 再能 咋说呢 可以 可以超过所有人 像正常人一样滑冰 是18岁少年唐春雷的梦想 对于生活在东北的普通孩子来说 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可是这些生来就存在智力障碍的孩子 想要做到这一点到底有多难呢 张杰是怎样把孩子们带上短道速滑赛道的呢 七台河是中国短道速滑的摇篮 从这个小城走出去了杨阳 王蒙等中国冬奥九朵金花 今年44岁的张杰 是七台河向中国输送的第一位冰上世界冠军 1991年 他夺得了第15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接力冠军 小到时候那种感觉是好自由啊 我飞了 知道吧 就像飞一样 长大以后呢 觉得我就像一道闪电 像风一样 像光一样一样 速度 就是说当然打不到那种 但是就是形容我们会快从那个样子 特别享受那种机器 那种瞬间的那种美 然后那种美带来你很多的满足感 你的虚荣感 然后还有你的各种各样的激情 完全那一瞬间就都爆发出来 可以说张杰从小就感受着冰上的速度和激情 退役后张杰和丈夫旅居日本多年 直到2011年回到家乡七台河 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能让更多的孩子 也能体验到冰上滑翔的快乐 好 跟着走啊 这是什么地方啊 知道吗 这是冰场 好的 好不好 好 想着走 张教练 张教练 可以送一些新队友 哇 这个是德里特教送过来的 是吧 叫牛友 张教练 张教练好 教练好 好 好 宝贝宝贝最好 这些是咱们队友 好 最好 这么快 你就是试试一下 好好 好的 好的 哎哟 小伙伴们 好 宝贝 我姓张 张杰的心愿和七台河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白兆祥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她看来 学校的残障 智障儿童更加迫切地需要获得关注和快乐 打着啊 好孩子 来 你别动 你别动 教练先走啊 你先别动啊 这个叫板墙啊 板杖子 就是你现在就要把住他 这是13岁的女孩刘颖第一次上冰时的视频 因为患有唐氏综合症 她的脚踝比一般的孩子要软 想要在冰面上站稳第一步 因此也就更为困难 把这只手松下 好 腰部没有力量 好 好 往前走一步 先试下 试下来 不行 走不了 走不了 好 我说话的时候 她们没有反应 知道啊 就是看着你 眼睛是呆呆的 然后是很无助的 然后又很空洞的那种表情 她对你的信息和指令 她没有反应 我就觉得这怎么办 我最早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难 一点点来往前走一下来 来跟教练走一下来 好 好 好 再拔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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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走一下 好 孩子 来 转过来 来 转过来 再往这边走来 来 转过来 你不用管她 好 来 没事 没事 有我呢 放心吧 好 再往回来 来 来 转 把那脚拿过来 不用 不用 来 来 来 转过来 转过来 孩子 来 孩子 转过来 好嘞 来 再跟我再滑一下 看试试行不行 不想滑了 脚疼 脚疼了 来 那好 拔住 拔住 我最早的时候我也想 我领他们练习到底为了什么呢 其实我还是觉得 先让他们快乐吧 参加到运动中来吧 至少他们还没有体会到 运动的激情和快乐吧 还能不能再走了 刘颖 刘颖 你不想学了 跟妈妈说学不学滑冰了 学能不能坚持啊 我不想 你能不能忍 告诉妈妈 不能忍 疼死了 疼死了 慢点 再慢点 来 第一次上冰 每个孩子都和刘颖一样 新鲜又害怕 到底能不能学滑冰呢 家长们心里也有更多的担忧 就是刚开始不被社会认可 家长也觉得 这种孩子的环境是不是很有危险性啊 家长也不太理解 他是这样的 他比如说孩子们 兴高常烈的来了 他喜欢啊 他觉得 哎呀 冰面啊 这么好玩 我也想上去玩玩 可是当他来的时候 他觉得原来他这么可怕 他就感到害怕 回去 其实是这样的 但是从心理上 他是不是讨厌 而是说他不会 他感到紧张而已 可是从心理上来讲 他还是喜欢的 所以说我就想 我怎么能够把他这种紧张 和恐惧的心理给他战胜掉 那么他就剩喜欢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 好 那也这样 教练点到名单孩子出列啊 安民哥哥 小哲 唐唐 李哲 好 你们四个人和教练拿器材啊 好 好 看着脚后面 来 他大 很快的 很快的哦 从七台和式特殊教育学校开始 张杰组建了一支13人的速滑队 但是第一天接触 他就意识到自己低估了 教他们滑冰的难度 对 萌萌达慢一点 萌萌达啊 喜欢你 喜欢你双院 好 看着脚体慢点慢点啊 还有龙龙也害怕 龙龙害怕啊 第一天的训练是10月21号嘛 我说孩子们跑步了 跑步的时候我要先跑 他看到我跑 26个孩子大多数不会跑 只有10个8个能够跑得好 剩下的就是边跑边玩的 猫腰跑的 再不站着跳的 再不是左右摆的 再不我不会跑 我只能走 然后跑一会儿就等会心脏受不了的 笑的 哭的 什么样的都有 就是各种各样 好 再跟上一点 再跟上一点啊 好 再跟上一点啊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 站在那里就有点发傻了 怎么办啊 他们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就想要要有耐心 一个一个的都领过来 然后一个个的慢慢去教吧 谢谢 姐姐 嘿嘿嘿 就准好一天 我也知道 这一天就准好 这你知道老叔啊 不是 他就让你开心 但是就是不给你好好练你知道吗 加倍的耐心 远不只是在训练中所需要的 每一次穿上滑轮鞋或者是冰刀 对于这些孩子 都像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 入队快两年了 还是有人需要张杰帮忙系鞋带 对对对对 队员之间穿错鞋子 也是常有的事 来来来看看 教练看看谁穿错了 来来 好好来 你和那个刘建伦那鞋穿反 两个人经常穿反鞋 然后再被穿穿了 什么情况 坐下 脱下 脱下 脱下来 脱下来 来宝宝来 这三十八是你的 把这只鞋脱下来 能穿不大吗 自己没有感觉吗 没有 没有感觉 不会系鞋带 经常穿错鞋子 甚至连跑步都不齐整 这就是张杰带的孩子们的身心状况 那更何况还要教他们学会 在冰上行走滑动 可想而知 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最开始的时候 不少朋友劝过张杰 何必去做这件 看不到希望 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张杰自己 也一度有过迷茫和困惑 他到底能不能带领这些孩子们 做到像自己那样 在冰上自由地飞翔呢 注意看看衔接动作 就是那个交接的动作 从哪个地方出弯道 入弯道 这个动作 再看看滑行的队员 和里面的队员是怎么配合的 看看滑怎么滑的 快看怎么交接的 然后看里面队员和外面队员 怎么配合的滑行 张杰的丈夫董言海 是七台和式普通学校 短道速滑队的教练 他带的学生年龄不过七八岁 但是学习的速度 比张杰带的孩子要快很多 我这孩子 比如说滑一天两天 那就在冰上就可以滑起来 相反 这些至上的孩子 哎呀 在冰上 我们都滑半个月了 还是不行 还是不会 只有几个简单的 在冰上 能一步一步的不用人服的了 在冰上 能会站立起来 我们一个冰机是 1月6号上冰 到来年的4月29号下的冰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这个期间 我是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孩子们才能够 就是说走 在冰上能够滑一些 好 在里面 在里面 你俩在里面 手动吧 好 好 都不往里 往外去 往哪去了 跟里 跟里 阿里 他找你 你不要上去滑去 你给后边跟 你是跟滑 你是跟着演技滑 最后你是接力的 前面 你这队友在滑 你这个后边跟着他滑 现在你的角色变了 你是第二棒 他是第一棒 孩子们老是学不会动作 张杰有再好的耐心 也会着急 也会觉得疲惫和沮丧 他不知道 也不敢想象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教会他们滑冰 你教了什么他都不会的 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也对我自己丧失信心 我觉得张杰你不行 张杰你也就是一个精子而已了 你这孩子们不能通过你的手和你的方法来改变了 或者也不能通过你的头脑了 那么你可能只能是领他们就是在眼前了 小豆包是非常知心很暖心的孩子 你慢点宝宝 好 没事 哎呀 好棒啊 让张杰重拾信心的是15岁的女孩聂霜月 张杰给她取了一个小名叫小豆包 因为在她眼里 这个小女孩懂事和敏感地让人怜爱 小豆包 好 来 小伙伴们都住想看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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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丝乐 好非常好 这是再低下来 再走走起来 走起来 部长 好 好 好 真棒 一步 再走一步 你再溺下去 刚才这个动作始终是有一个左脚垫步 直脚依左脚依垫步 你的弯道的连续性就没有了 这样他一会'd 滑的时候一定要 有个连续的动物 她是一个非常胆怯敏感 又很热响 又很自尊性又很强 然后又非常非常地 害怕外界事物的一个孩子 但是她这个孩子 就特别喜欢练习 喜欢滑冰 滚烫的水泥地上 重重地摔了一跤 聂霜月已经疼得咬醒牙关了 但是她仍然倔强地坚持做完练习 摆壁 都把壁摆起来 你的胳膊是配合的 好 再摆壁摆起来 好 对 好 站起来站起来吧 好像痛了是吧 好 痛是痛 但是主要是那个 我要是那个努力 我超过你了 但是我疼也是快乐的 是 御用的 私人的 不收费的 然后呢 这样的坚强和韧性 是张杰最早接触聂霜月时 在她身上看不到的 刚进速滑队的时候 几乎每一天 她都会哭上七八遍 每天都就这样 她不哭了 不哭了 每天都这样 好了 好孩子 好了 不哭了 这多漂亮的孩子 别哭了 你哭我也跟她难受 好了 好了 你怎么样打成绩了就好了 起初她和每个孩子是一样的 她也是经历了爬 然后扶着 站立 一点点行走 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漫长 当她有一天 她突然间会哗到说 她说 教练 我会了 我会了 就是她那个样子 我忽然间就 眼泪就要流出来 对 嗯 开心 然后也 也很难过 就是 哎呀 觉得 哎呀 原来 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动作 对她的人生 影响这么大 真的是 很了不得 真的很了不得 我觉得孩子们 克服了很多的障碍 然后 当她的 当她的生命啊 生活呀 她的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 她能够 体会到那么大的喜悦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作为一个教练员 和她一起去感受这个过程 特别美好 然后我也觉得 我的生命也和她一样美好 教练我会了 哦 会了 会了 这会了 会了 哦 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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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哎呀 教练我会了 教练我会了 这是原来的老上 然后现在又新的这个地方和这儿 孩子就是这样 非常的努力 忍一点 宝宝 好孩子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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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棒 就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啊 走起来 好好 这边低啊 这边低啊 这边低 在中间 哎一会特斯的校 和我们要比赛了啊 你知道你队员 我知道我队员 腹肌要大起来 好 教练一反 兵和兵教练 肃华训练进行了一年多 张杰和董延海 尝试着把两支队伍的孩子 拉到一起进行融合训练 好 真棒啊 注意安全啊 好好好 好 把友调伙伴出力了 先和张俊哲一起 干掉唐春来啊 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 吓唬他 快说 说 老师累 我要干掉你 吓唬 思雨可不服你了 你怎么办 你思雨 我要能干掉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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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走起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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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谓的话就是那些 正常的小朋友 来到我们学院一起在练 然后呢 我发现他们特别喜欢 和他们在一起 然后特别想得到他们的认可 我觉得他们现在渴望 渴望去较量一下 预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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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再快 再快 跟住 跟住 看到孩子们的进步 最初 最初 最初只是想用运动 帮助他们身体康复的张杰 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 孩子们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 想要滑行的更远 真的很棒 都很棒 都很棒 今年的一月份 西台河市举行一年一度的中小学生短道速滑运动会 张杰兴奋地找到市教育局一体科的负责人 希望也能带孩子们去参加比赛 结果一开始就被泼了冷水 他说 张教练 能行吗 把孩子摔坏了 他因为都是教育的老师 大家当然是很关心孩子们 说不把孩子摔坏 再说咱们孩子能和他们正常比吗 千万别去千万 就是电话里第一个当然 他是这样的也有反应了 所以还是别比了 比他干什么 那你说摔坏了怎么办 或者是他行吗 说再说了也不是一个档次上的层次上的 会有一些问题吧 让特教的孩子和普通学校的学生一块比赛 张杰的想法在大多数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在他的软膜硬泡下 其台河市教育局最终给这支特殊的速滑队开了先例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其实说西里话我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大家看我们的眼光还是异样的知道吧 有怀疑 有惊讶 有怀疑 有惊讶 有鄙视瞧不起 当然也有祝福 也有温暖 这是我们来到赛场上的状态 第一轮预选赛结束 等待成绩出来之前 其他带队的老师都觉得 孩子们不可能进入决赛了 大家纷纷劝张杰 已经参加一轮比赛就可以了 然后学校的老师说 张姐不行 算了吧 咱们走吧 回去吃饭吧 这的确是因为第一次来 不可能能进入到前16年 然后我们就走了 我就吃饭的时候 就一直把电话放在我旁边 就一直等着他来电话 其实我真的说 我真的希望这个电话链声响 只要他来电话 一定会有好消息 如果他不来电话 那么一定就是没有了 后来结果出现 出来以后 我也很惊讶 也很高兴 我说你有两名同学进入前16年 一个第12名 一个第15 哎呀 兴奋的 有几个家长 还有学校的老师 眼泪都下来 他说这都不可想象的 在这么多和正常孩子竞争中 你不能进入前16年 两名孩子 他们吃了一半 不吃了就跑了 跑回冰场 进行下午的决赛比赛 全市98位选手唐春蕾和李泽 李泽成功冲入了男子六圈速滑的决赛 一直处于领先的唐春蕾 在过弯道时不小心摔倒了 但他最终仍然获得了第13名 队友李泽获得了第12名 我就是第一次 常受到了孩子们通过运动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他是智障孩子 那么他的周期是漫长的 但是只要教练员 你能够正确地引导他 你要付出努力和辛苦 你把你这颗心放在他身上 我想他将来会有改变的 所以那个时候 对我又有了一个新的要求 还有半年的时间 张杰就要带领三位孩子 去维也纳参加特奥会了 要知道一年多前 从来没有人看好过这些 在冰上连站都站不稳的孩子 有一天能够学会滑冰 就连张杰也不敢想象 他们能够滑向世界的赛道 照片 刀立起来刀立起来划 可以了 我會啦 我會啦